如果你驾驶一架F35,在俄乌战场上发现一架俄军苏35,那么你该如何给自己的队友爆点? 当然爆点也是有技巧的,要让整片空域内的友军都知道这架苏35的目标,并且要尽可能的精简。 而在北约空中拦截管制中,这一套流程就是拔眼坐标法。 这期视频火力军就来聊聊,如何指挥一场空战,北约空中拦截管制流程又是什么? 我们在聊之前,需要解决一个问题,为什么要爆点? 战机的基载雷达是有一定限制的,并不具备全向感知能力。 大部分战机的跟踪距离大约在40海里左右,以F16为例,其APG-83雷达的感知能力大概在47海里左右。 短就算了,还不是全向,横向大约在一个150度以内的扇面,纵向大概是一个60度左右的高地覆盖。 如果对方超过战机的雷达感知范围,或者是在战机的侧后方,那么结果只有一个,被击落。 世界上被击落的战机中,有90%都是被这种没有探测到的威胁击落。 当然,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,既然自己看不到,那就找一个能看到的人再由他告诉自己。 所以,各国空军大多都是以击队行动,而不是单独依赖战机去完成全向感知任务。 在实际作战中,这个负责操纵大型远程搜索雷达对空对空作战进行指挥和管制的人,就是空中拦截管制员,叫做AIC或者GCI。 AIC可以由使用多种平台的人担任,比如舰在预警机,陆机预警机上。 负责空中拦截的人是AIC,使用军舰上水面远程预警雷达或者地面上远程预警雷达的人也是AIC。 这种远程搜索雷达的探测跟踪范围可能达到250海里以上,低我识别可能在200海里就已经完成了。 与战机的雷达相比,距离更远,效率更快,并且是全方位探测,简单来说就是打CSGO,队友开了一个全途视野。 这个时候,AIC的任务也很明确了,给队友报点,告诉队友敌方的位置,信息。 北约体系下的AIC主要任务有三个,空情广播,战术管制,禁聚管制,根据敌方威胁的距离,执行不同的任务,这点我们后面再细说。 在此之前,AIC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,如何给队友报点,而这就要聊到拔眼坐标法了。 对于AIC来说,报点也是需要技术的,在实际空战中,AIC给队友报点,需要报航向,距离,高度。 如果一架F-16在空中巡逻,旁边有一架苏35,那么AIC就会对F-16表示,苏35在你的180海里,高度2万,意思就是在正后方20海里的位置,有一架敌方战机,飞行高度2万英尺。 信息的确很清楚,但这样报就有一个问题,假如没有数据链的话,这条情报只对这一架F-16有价值,旁边的F-15就不知道苏35在哪。 如果想让整个空域的所有队友都知道敌方战机在哪的话,就要有很多台无线电和很多个管制员,然后对每个机队进行汇报,只能说太浪费了,而且预警机那边也没有那么多的AIC去指挥队友。 实际上,北约在空战中用的是靶眼坐标法,顾名思义,将整个空域看作一个类似射击靶的靶子,将空域中最重要的地点或者地标作为靶眼,比如在海湾战争中,北约就将伊拉克的巴格达作为靶眼,AIC就可以通过相对靶眼的航向和距离任意定一个点。 当然,空站是三维的,除了航向,距离还有高度,比如有一架飞机在靶子上,AIC就会报告Group A 090-30-20Solent,其中这个A的意思就是靶眼的意思,这一串信息的意思就是敌方群组相对于靶眼,方向在090,距离30海里,高度2万英尺。 注意里面有两个重点,群组在北约空中拦截管制中,如果两架飞机距离5海里以内,高度差在5000英尺的时候,就将其定义为一个整体。 AIC不会单独报它们的位置,它对战场的影响是一样的。 在本世纪之前,还需要飞行员脑内绘图,将相对靶眼的坐标转换为相对自己的坐标,不过随着数据链的大范围使用,战机里面都载入了靶眼坐标系,数据更新之后,飞行员可以在战机的HSD或者SA界面上看到敌机所处的位置。 在实际情况中,靶眼坐标系可以通过一次通信,更新所有友军的空中态势,而且一场空中行动中,无论是进攻制空还是防御制空,并不是只有空优组,还有护航组,反辐射组等等。 通过靶眼坐标系,护航组,反辐射组也可以了解空情,并根据敌方的威胁做出一定的判断,必要时也可以进行反击,重点是还很安全。 如果敌方正在监听几方的无线电,不知道靶眼在哪儿,也无法判断几方机队的位置。 有了以上这些信息,我们就可以聊聊AIC在空中,是怎么具体指挥空对空作战了。 空对空作战的威胁和作战烈度跟距离有很大的关系。 当敌方战机距离几方空游机较远时,比如100海里以上,那么就可以完全忽略它。 而AIC也不需要辅助空战,唯一的任务就是空情广播。 通报空中的态势变化,也就是爆点,格式就是敌方相对于靶眼的坐标。 距离、高度、航向以及爱迪身份,一般情况下只会报三个最有威胁的敌方战机。 如果有大规模的空中交战,那就不止一个AIC,空域也会进行划分。 一定机队和专门的AIC负责它们的责任空域,在自己的负责区内管制。 AIC进行空情广播之后,各个掌机就会考虑,要不要提前做一些布置或者无视它。 一般情况下,AIC进行空情广播的频率大概是两分钟一次。 如果空中态势没有变化,时间会更长。 如果低机发现几方准备拦截时,一般是距离60海里或者40海里,空游组就需要上前拦截。 这个时候,AIC就会对距离最近的友军或者是空游组下达建议交战的指令。 注意一下,AIC的作用是辅助,所以是建议交战,是否交战是由空游机掌机决定的。 飞行员的训练是如何在一场空战中取得胜利,而AIC的训练是辅助飞行员取得胜利。 要做的任务就是监视和暴点,不是交飞行员怎么打架。 如果有方回复commit,就是决定前出交战的意思。 本着交战单位优先的原则,AIC就会停止空情通报,专门指挥空战。 任务也就变成了战术管制,需要将敌方机队的位置准确地报告给前出交战的友军。 如果只指挥一个到两个机队,AIC的信息就会由战术Blucia格式转变为战术BRAA格式, 也就是航向、距离、高度以及进入角,这些信息都是针对交战的友机而言的,而不是相对于拔眼的航向和距离。 在作战期间,AIC会不断通报敌方战机的位置,知道几方机队可以探测到敌方,可以凭借自己的雷达对目标进行跟踪。 这个时候,友机就会报告,距离,距离,AIC才会停止报点,帮交战飞机盯着其他目标就行,之后就进入相信队友的环节,任务也变成了近距管制。 如果在交战过程中,友机丢失了雷达接触,那就需要AIC再报一次BRAA。 如果完成一次交战之后,或者战场态势打乱之后,则需要AIC重新进行空情广播。 这套流程就是北约空中拦截管制,不过受限于时长问题,火力军省略了很多专业术语,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,火力军之后再细说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海上作战时,拔眼坐标法依旧可以使用,机载的航电设备可以定位海上某个坐标点。 不过,无论是AIC还是拔眼坐标法,只有在大规模的空中行动中才使用,在2V2与4V4的空战时,用不到AIC。 现在的预警机或者地面雷达可以通过全局视野共享给战机,数据链可以为参战平台提供统一的战场态势,也提升了平台间的指挥控制能力,以及战术协同能力。 在数据链的支持下,飞机空战能力提升50%以上。 不过,就算是有了先进的数据链,这套通讯辅助体系并没有被淘汰,AIC依旧是各国战机飞行员和管制员必须掌握的技术。 数据链只是提高了管制通讯的效率,减少了战机飞行员脑内绘制态势图的负担。 而且,从战机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来看,每一项新技术都是在想办法减轻飞行员的负担。 从AIC通过语音提供态势感知,到数据链数字化SA,再到现在JADC2,甚至可以靠计算机简化决策都是如此。 不过,再高科技手段在对等战斗中,还是无线电通讯更稳一点。 数据链是不一定完全靠谱,数据链和其他比较先进的沟通手段还有因为干扰,导致无法使用的可能性。 从运行机制上来说,无线电通信只需要收发两端,而数据链有复杂的网络机制,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被干扰,都会导致整体降机。 从频段上来说,可以进行无线电通信的频段,比数据链使用的频段更广。 别人可以全频段盖掉你的数据链频段,但是很难全频段盖掉你的无线电频段,毕竟干扰频段越广,作用距离也会越低。 这也是为什么,就算是有全球定位系统与数据链,战机飞行员依然会训练基本的目视导航、首饰以及无线电通讯, 就是为了保证在失去数据链之后,依旧可以保持作战能力。 而且就算是在屏幕上显示了敌方战机,AIC还要给有机制定分配目标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空军和民航是有相似之处的,相同的信息确认完之后还需要再念一遍。 不过,战斗飞行员对无线电的精准和效率要求更高一点,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缩略术语。 除此之外,在当前的空战中,身份识别依旧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, 战机飞行员依旧需要接受目视识别以及处置训练,以应对不同的情况。 冲突的规模越大,需要考虑的因素也就越多, 而且从战术的角度考虑,远程预警雷达得到的信息也是滞后的,判断没那么及时。 当然,至于未来空战是否需要AIC还不好说。 现在的空战基本不会出现那种大规模空中行动, 都是2V2或者4V4,AIC的发挥空间并不大, 毕竟大家都是超视距作战,狗斗的情况并不多。 近距格斗空战的发展史,就是从追尾变成机头指哪打哪, 之后又变成飞行员看哪打哪。 头盔瞄准距与大黎州角空空导弹出现后, 飞机平台的技术差距对近距空战的影响越来越小, 危险性也越来越大, 等到大家都没办法接受之后,就会避免这种空战模式。 加上雷达与导弹的发展,保持中距空战优势才是重点。 更何况,还出现了强调隐身以及态势感知能力的五代机。 就拿F-35来讲,凭借APG-81有源相控阵雷达与ANQ-37光电分布式合成孔径系统, 可以实现全向360度感知,超视距作战,隐身,全向感知。 这几个buff叠加一起,代表的就是极致的单机作战能力。 而且,因为隐身的存在,F-35与预警机F-16配合作战, 就会暴露自己的位置。 加上无人机横行,美军已经正在研究有人战机与无人战机配合。 就比如NGA-D与CCA无人机,在美军的设想里, 之后的空中作战就是有人战机指挥无人机往前冲, 指挥的任务就交给了战机飞行员,AIC的作用就被无限压缩。 之后是否继续存在,谁也不好说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 各位认为,未来空战AIC会继续存在吗?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大家一起讨论。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,也可以在下方指证。 我是火力军,下期见。